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對臺灣政府喊話 強調所謂的和平統一 另一方面 他有簽署命令 向中共軍隊發布開訓動員令 外界關注 中共有沒有可能會武力攻打臺灣 美國的軍事專家認為 如果北京武力攻臺 還得同時因應美國的介入以及印度的威脅 這將是中共軍方的噩夢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月2號 在告臺灣同胞書紀念會上 除了再次宣示了所謂的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方針外 同時還強調不放棄使用武力 保留一切選項 1月4號 習近平簽署中共中央軍委2019年1號命令 向中共軍隊發布開訓動員令 表示要做好所謂的軍事鬥爭準備 中共有沒有可能武力攻打臺灣 美國軍事專家易斯安說 那北京還得同時因應美國介入與印度的威脅 這將是中共軍方的噩夢 習近平強調的聯合作戰能力 包括大型島嶼的聯合火力突擊 聯合封鎖和聯合進攻作戰 以及聯合反空襲作戰 和邊境地區聯合作戰這五大計劃 美國之音引述易斯安的分析說 針對臺灣 美國及印度 中共的五個主要聯合作戰準備涉及不同軍種 而解放軍的噩夢就是必須同時進行這五大聯合作戰行動 他在東面將與美軍和臺軍去交鋒 而背後可能會來自印度的這種軍事壓力 甚至可能還包括日本 在2005年的時候 美日又發表了共同聲明 它那個是第一次將臺灣問題 列為雙方共同的戰略目標 所以呢 就是中共它幾面 同時受到攻擊的這種可能性 這個理論上是存在的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則認為 目前中共的外交態勢會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並不高 因為一旦中共武力攻臺 必然引起周邊國家的效法 旅美時事評論員鄭浩昌也認為 北京不放棄使用武力攻臺的說詞 威嚇意義遠大於實戰意義 雖然習近平發出了做好軍事鬥爭準備的命令 但是真正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不大 打臺灣會讓臺灣給大陸帶來的經濟利好 全部歸零 同時又得罪了美國 令貿易戰雪上加霜 任何一個政權要想發動大規模的戰爭 必須滿足幾個條件 包括權力架構的穩定 完善的經濟制度和資金的儲備 以及充足的戰爭理由和相對穩固的周邊外交環境 唐靖遠認為中共完全不具備這些條件 如果這樣的最壞的情況真的發生的話 我覺得中共面臨的可能就是迅速的解體和崩潰 因為像中共這樣一個內部早已經腐敗爛透的政權 它一旦遭遇外來的強大的這種武力壓力 武力逼迫的時候 它的內部無論是想趁機奪權的 還是想要自保的 都有可能會造成一種形成一種嚴重的內訌和混亂 時事評論員林曉輝還提出 戰爭勝負的成功因素 除了軍隊實力還要有軍隊士氣 中共軍隊以前他是靠欺騙 大家知道在反腐的當中 揪出來的所有的這些中共的軍隊的高官 幾乎全部都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整個軍隊都腐敗了 這樣的軍隊他相信的是金錢和利益 人們認為軍隊對於榮耀的崇敗 他可以上戰場殺敵 但是為了金錢這個就比較少了 所以像這樣的軍隊這個官都是買來的 他怎麼能夠去打仗 另一方面 美國多位國會議員也在社交媒體上聲援台灣 譴責中共武力威嚇 1月9日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席加德納 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習近平發表立場強硬的對臺講話 顯然是改變現狀的想法 加德納表示美國國會兩黨對臺灣的支持 有很高的一致共識